现在是五点钟的样子 但是天已经很黑很黑了 给大家聊一下这个身份的问题吧 就是说很多人 很多我认识的有很多人想要拿一个什么美国的身份啊 什么英国的身份啊 这个身份的问题呢就是说 拿了以后有很多人花什么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来拿这个身份 然后的话也有的人通过偷渡啊各种方式来拿这个身份 呃就是说通过经过那么一些年头 比如说五六年啊或者说有的是七八年 然后终于拿到了这个身份 这个身份的话到底是有什么意思没有 这身份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呢它是一个门槛嘛 比如说你是一个富人的身份 嗯你就可以比如说你买一个贵一点的车 你就可以显得比别人那个你跟别人比较别人的车比较差嘛 这样的话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呃比较有满足感 然后你比别人有钱 然后你就可以呃 买更贵的更大的房子 然后或者甚至呃有更多的女朋友呃 嗯外表看起来好像也有更多的这个朋友也比较多一点 看起来朋友比较多一点吧 然后这个也呃感觉也是感觉也是就是说好像比较 这个关系很亮的一点对吧 这是这个身份 所以你是富人的身份 别人是穷人的身份 这也是算一种身份吧 地位身份的象征 那么的话这个嗯 什么外国的这种身份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实际上来说的话 嗯很多 呃这个像非洲人啊中东人啊 还有也有一些印度人到了这种到了这种那个发达国家过来 然后获取他们本地的身份 然后在这边他们有的是经过了呃 呃九死一生才过来的嘛 有的是本身是家里是没有什么房子 然后的话呢是就是条件比较差 那个房子也是像我们以前的这种像是土房子嘛 就是条件比较差 然后的话在家里呢呃也没有什么生活来源 嗯比如说有的国家他的一个月的收入就相当于我们的 可能就是一千块钱人民币左右 那我们中国基本上现在还是能够达到三四千人民币以上了 或者是说更高一点的有一万块人民币左右了 那么的话呢很多这种穷的国家的就是收入比较低嘛 然后他们又是做的是这种底层的这种工作 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来到发达国家就是获取一个身份 呃其实还是为了改善自己的这个生活嘛 呃比如说在英国的话最低工资标准 他是这个十个银半一个小时 那么在很多国家他可能连他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也就是说很多国家他可能才一个银半或者说连一个银半都不到 这样的一个工资标准 其其二的话对于这个劳动的保护啊 他每天就是基本上都是八个小时多余的是不可以的 也就是法律大家遵守的还比较好吧 然后的话对于然后这个工人啊劳动者他有自己的工会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他可以跟这些资本家进行议价嘛 去去去去工会去保护这个工人 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么你作为一个穷的一个国家的底层的 那么你有很多我认识这个人的话他都很年轻嘛 他才那个十八九岁或者二十多岁或者三十多岁 那么的话呢他就那个条件比较差一点 就想要通过到法达国家来获取一个身份 或者是说老怕不获取身份 那么经过那么七八年十来年 每年这个收入那么一二十万人民币 就比中国要稍微好一点 那么经过那个十来年也有一两百万或者是两三百万人民币嘛 他也可以在这个法达国家获取一个身份 然后的话可以在这个法达国家买房子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吧 那么的话你如果是这个技术工人 南领工人 普通的劳动者 那么的话你过来的话呢 应该来说比中国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的 因为在中国你作为一个 这个 大家还是都 都是 在国内的话 都普遍的这个避免这种 南领的劳动 人民的这种工作吧 而且收入确实也比 英国要低蛮多吧 所以的话就是说作为这个底层 中国十亿人嘛 然后不是说有统计数据 其中有四五亿五六亿人 然后就是说 那个收入还很低嘛 比较低 那么他们到法达国家来 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个选择的 但是他们很多呢 又过不来 所以的话就只能选择去做假材料 去去混混签证 比如说有的就是混去买签证 花几万或者花几十万去买一个签证 或者是说去混假材料去混签证 还有的就是去偷渡等等的 各种方式来到这个 发达国家 但是对于那种中层的 就是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 还有对于那些富裕一点的 但是不是超级富豪 就是稍微富裕一点的 那么呢 到法达国家呢 其实也不一定能够 在这个身份上面得到什么收益 当然超级富豪是 是作为一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超级富豪就是把它当成了一个 这个就是说享受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个 这个方法了吧 那就跟我说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身份这个事情就谈到这里吧